全言片廣查了先講 歡迎大家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愛王露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們生活中有甚麼困擾 想我們幫忙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官方微信 和我們互動 好 先轉回正題 我們現在很快要入冬 大家要添衣保暖 這是必不可小的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物品 大家一定會用到 就是我們的皮 有人說這個皮雖然小小 但是有很多學問 究竟是甚麼呢 今天我就會帶大家一一調查清楚 很多人在早上摺皮時 都會看明奇美的大黑痴 其實這個黑痴並不代表你感冒 有可能是因為沉滿引發過敏反應 醫學上俗稱是沉滿過敏 這種沉滿過敏很棘手 沉滿過敏不是沉滿進入到人體內 是沉滿的粉辨師體和卵殼的脫落 然後隨著空氣的灰塵 通過人體的呼吸道進入到人體內 沉滿分布廣泛 主要存在地毯、梳化、枕頭和皮裏 特別是換季的皮裏 更加是沉滿遍布 最近有報道說 有人因為床蝦不乾淨 感染過多的沉滿 後來導致了失衝 如果你的鼻 耳朵經常癢的話 會不會也是沉滿的原因呢 如果吸收過多的沉滿 會引起什麼效果 不知道嗎 不知道嗎 聞蟲、清水果 聞枕頭上那些 是… 然後會引起皮膚發炎那些 是… 據我採訪我們發現 大部分街坊隊沉滿的了解 大多數都是一半半的 那究竟沉滿是甚麼來的 帶著這個疑問 我們來到廣州仁愛天河醫院的皮膚坊 聽說它是一個 接脈坑裡的一個 非常細小的一個 激瘦充 漂浮在空氣中 對我們人體的傷害 會引起人生 呼吸到疾病 有過敏性小腸 有些小孩 小孩在免疫地下 通過呼吸到 被感染團達的疾病 周主任還跟我們說 塵滿起濕下光 主要以人的汗液、分泌物 脫落的皮膚為轉 繁殖速度極快 最適宜的生長溫度 為20到30攝氏度 而人一日至起碼有7到8個小時 在床上套光 那這些床上用品 和人體皮膚有著最直接的接觸 這樣無疑是給滿重 提供了一個適宜生長繁殖的環境 剛剛專家就說了 塵滿生長的這個溫度 是我們人體覺得最舒適的溫度 所以我們的床和皮膚 一定是塵滿最喜歡的安麥窩 究竟什麼材質的皮膚 才是塵滿最喜歡的呢 我們生活中常見的 有床呆、被褥 包括一些布衣的沙發、枕頭 它都會有這種就是塵滿 背褥裡面的吸菌肯定是 要比外面吸菌多 但塵滿因為它比較細小 要是床呆的它的材料 它有一個濾過作用 它的密度要是過高 它裡面的塵滿相對就小 外面的塵滿還是油 聽完專家的介紹 我們就知道 塵滿只會存在於在皮膚上面 雖然這個是最容易接觸到 我們人體的地方 但也是最容易清洗的地方 所以平時大家 勤力點清洗皮膚就可以了 既然是這樣 我們清洗的頻率 要多久才是比較合適呢 我們所有的生活要經常去清洗 這個也要規律的 因為潮市英文 我們一個星期要去吸引一次 旁白河背霧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相對背心 就是背心裡面的那個 心裡面的充滿相對少一點 這種情況呢我們可以一個月 如果是陽光 就是紫外的光牆的時候 可以拿出去把皮膚 幫我刷一下 刷一到兩個小時 這樣可能更好 按照專家的意見 我們的皮膚 至少要一個月要洗一錢 才可以有效地預防沉滿之生 按照這種說法 是否以為大家平時 只要勤力點洗皮膚 就可以放心按皮呢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那就大錯特錯了 相對於經常清洗的皮膚 那些皮還有一個部分 是非常之容易被人忽略的 那個就是皮芯 根據知名門戶網站 做的一項家居衛生死角的調查顯示 皮芯的細菌含量 為居衛生死角膨綁的第六位 甚至比馬桶蓋和馬桶圈的細菌含量 更重要 換句話來說 皮芯簡直就是細菌的樂圓 而我們有可能 天天抱著 一千上賣的細菌一起睡 看到這裏 我們不禁要提出問題 皮芯裡面的細菌含量 會不會跟皮芯裡面的材質有關呢 市面上面的皮芯是否腫腫腫 究竟有沒有哪種皮芯比較容易抗菌 哪種皮芯會最容易滋生細菌呢 我們一於帶著這一大堆的問號 繼續調查 好了 現在在我面前擺著的 有市面上最常見的五種不同材質的皮芯 它們的材質分別有醉脂棉 棉花棉 羽絨棉 珍珠棉 還有太空棉 等一會我會將它們全部放在這個空氣裡面三天 三天之後就會再將它們打包好 再送去檢測機構進行細菌的檢測 這五種的皮芯從表面來看就沒有什麼變化了 不知道細菌的含量究竟是怎樣 細菌究竟喜歡在哪種材質的皮芯裡面生存 我們先將它們打包好 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盡量檢測 好了 我現在已經來到專業的檢測機構了 等一會我會拿這五種填充物的樣品去做細菌檢測 我會拿這幾種填充物的檢測 檢測結果顯示棉花棉的菌落總數為760個每刻 最紫棉的菌落總數為每刻560個 親豬棉為每刻680個 乳湧為每刻520個 空氣棉為每刻400個 換句話說 菌落總數最大的是棉花棉 我們都知道溫度達到25攝氏度到37攝氏度 濕度為55%以上的時候 是細菌最適宜生長的溫度 這個時候細菌繁殖的速度是最快的 正常來說 下海天氣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皮芯都是乾爽的 細菌繁殖速度並不會很快 但當我們睡覺的時候 人體的體溫就要令皮升溫 皮膚分泌出來的汗液也會增加皮的濕度 所以說我們睡覺的時候 就是瘋狂繁殖的最佳時機 按照這個道理的推斷 只要我們選一張吸水性較少 乾爽性較強的皮就可以減少細菌 那究竟哪種填充物的皮才是最適合的呢? 接著學利我們先來調查一下 一張普遍的第一個造型條件 吸水性 好了,現在在我面前 就擺著五種不同類型的棉花 分別有羽絨棉、醉脂棉、珍珠棉 和棉花棉還有空氣棉 等一會兒我就會在這裡 拿相同的重量的棉花出來 然後就拿去浸水 浸完水之後再拿出來 就看看哪種棉花的吸水性會更加好一點 調查員分別從五個樣品當中 清涼出一刻的樣品 放入水裡浸一浸 再拿出來直到棉花不滴水 通過清涼我們得到了一組的數據 珍珠皮浸一水之後 重量為山16.82坑 棉花棉為39.13坑 羽絨棉為53.38坑 醉脂棉為63.61坑 空氣棉為50.41坑 在剛剛的這個實驗裡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五種的田蔥物在吸水之後 醉脂棉的重量是最重的 而珍珠棉的重量是最輕的 也是換句話來說 醉脂棉的吸水性是最好的 而珍珠棉的吸水性是最差的 經過剛剛的實驗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五種物料裡面 最脂棉的吸水性是最好的 我們知道了這個吸水性固然是重要 但是知道這個物料的乾爽性也同樣重要 因為這個物料如果乾得越快的話 它滋生蜂蟲的機率就會越低了 等一會我們做另一個實驗 就會再次把這五種物料放進水裡浸 之後就會拿出來剩至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再看看這五個物料哪個乾得最快 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我們將五款棉花放在空氣當中五個小時 再重新清量填充物的重量 經過五個小時的測試 我們得出了一組數據 從性數據當中我們可以得知 最脂棉浸水之後重量為63.61坑 涼曬之後重量為37.51坑 前後相差26坑 珍珠棉浸水之後重量為36.82坑 涼曬之後重量為34.43坑 前後相差兩坑 換句話說就乾爽性來說 最脂棉的乾爽性要好 珍珠棉的乾爽性是最差的 那是不是意味著乾得越慢的皮 就會越容易滋生細菌呢 這個是因為細菌生存的條件也有 它在一個潮濕 就是吸水性好的這種情況下 它也是一樣的 它容易自生 像乾爽性比較乾爽 吸水性不好的人 這種細菌可能就是不容易自生 原來這個皮的材質 和細菌的含量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平時選用不當的話 就很容易是攬住細菌睡覺的了 真是想想都害怕 那生活裡面 街坊在乾爹的時候 除了會關注這種皮 容不容易滋生細菌之外 還會關注這種皮 究竟是否保暖的 那所以現在市面上 有各種各樣不同材質的皮出現了 那有些人就說 傳統的棉花皮是最保暖的 也有些人說 羽絨皮才是最保暖的 那究竟哪一種材質的皮 才是最保暖的呢 你家的皮又選對了嗎 棉被的 魚油 棉被也有 絲絲棉被也有 是棉被 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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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油加辣椰是最暖的 好像是有點濕有點棉的吧 棉被是暖的 好暖一點 對 在採訪當中我們發現 普遍的街坊都覺得 傳統的棉被是最暖的 那事實上是否這樣呢 為了找到答案 我們的調查員來到天河一個家居廣場 尋找答案 好了 我現在已經來到珠江新城 一間大型的家房店了 那今天我將會在這裡做一個實驗 看看究竟哪一種材質的皮 是更加保暖的 現在在我身邊提出的這一位 就是今天我協助我們實驗的吳老師了 吳老師我想問一下您 您已經準備好了五床的被子 它們分別是什麼材質呢 第一張的話呢 就是普通的棉花被 第二張的話呢 就是白鵝蓉被 第三張的話呢 就是 雞雞圈圍被 第四張的話呢 就是百分之百成羊毛被 第五張的話呢 就是百分之百的藏屍被 好的了解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實驗 要怎麼去做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溫度計 跟這個暖寶寶 適用一下 好的 那師父醫師我們馬上開始吧 在測試當中 我們經過仔細檢查 所有溫度計 在溫室之下 都是以十七攝攝度 接著來 實驗完 將位五張皮當中 放置暖寶寶 以及溫度計 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五款皮的內部的溫度麵包 一個小時過去 我們再看五款皮的溫度 棉皮為溫度 28.5攝氏度 魚絨皮的溫度為30攝氏度 最支纖維為27.2度 羊毛皮是27.5度 蠶絲皮是28.5度 那經過剛才這個實驗 我們就可以發現 最支纖維皮是最不保暖的 而最保暖的就是魚絨皮 那這個又是為什麼呢 吳老師 既然魚絨皮是比較保暖的 那冬天就用這兩粥皮 又輕又暖 那這種選擇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呢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告訴你 不同體質的人 不用用皮有什麼禁忌呢 那些皮越晒越抽 究竟是為什麼呢 不同材質的皮有什麼不同的講究 全影片講 查了先講 下一節回來我再告訴你 全影片講 查了先講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生活調查團 在上節的節目裡面 我們通過實驗就可以知道 魚絨皮是最保暖的 很多人都說 既然是這樣 我以後都只會蓋這種皮 那究竟這個選擇 又是否正確的呢 不行 我要去問一下 有十幾年賣皮經驗的這個文姐 文姐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 每個都適合 這個魚絨皮的呢 魚絨皮其實是保暖性又高 但是不是任何人都會用的 這樣說的話 那不同的人群 要怎樣去選擇皮呢 其實不同的人看自己需要 如果喜歡重的那些 就用羊毛皮 羊毛皮呢 它有保暖抽濕的作用 它可以對人的濕氣 沒有那麼重的 又沒有皮 但如果喜歡舒服 舒服透氣的那些 就是蠶絲皮 蠶絲皮的蠶絲 那些蠶絲 那些手感是特別誘惑 舒服的 百分之多 都比較多人喜歡 但是呢 有些人喜歡棉胎 棉胎是為之 最初用就好些 但如果時間長些 它變硬變硬變重 即是很重 棉胎會實的 那如果是黏微棉呢 它透氣性就沒有那麼好 聽了文姐的話 真是受益非淺 看來這張皮 就不是隨便蓋 對於小朋友 和老人家 現在呼吸到不太好的人群來說 最好就不要使用羽絨皮 調查這張皮的保暖問題 我們再轉入下一個話題 就是睡醒覺之後 要不要蓋皮的問題 早前就在媒體指出 睡醒之後馬上摺皮 其實是不健康的 根據媒體 睡醒覺馬上摺皮 會滋生更多細軌的這種講法 網上的意見都是一半半的 有人就覺得不摺皮的觀點 的確合情合理 而且終於可以帶道理 透懶了 但一些喜歡乾淨整潔的網友 就覺得這個是無稽之淡 不知道面對摺不摺皮的這件事上面 現實生活當中 街坊又會怎麼做呢 有嗎?會跌 跌 有嗎? 有 沒有 睡覺可能會出汗 然後跟著 如果摺完它就不散了 所以我通常都是鋪起它 然後由它曬 起床馬上摺 起床就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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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就摺了 起床的話肯定就是 習慣性的話都會摺一摺 看來各位對於家居整潔的要求 都是非常之高的 只不過大家的做法 就跟網上建議的方法完全不同 究竟我們睡醒之後 純粹摺皮 你是需要摺的 你被子一個是一個環境的問題 而且如果你摺了被子 因為你的面積相對就在 暴露的比較少一點 你的成脈 需要情況比較少一點 被子是一定要摺 剛才你看到 這被子怎樣去摺 是反過來摺 還是折過來摺 都可以 每一天我們都習慣 今天這樣 今天這樣掙著點一下 明天再反著點一下 這樣可能對這個充滿的情緒 可能會有 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 哇 原來摺皮 都有這麼多學問的 不過調查到這裡 我又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這個問題 是很多觀眾都會關心的 就是你們的皮 應該要怎樣清潔才是對的呢 那平時你們是怎樣去 清潔自己的皮的呢 拿到外面的乾洗墊 那我們就拿去曬一下 曬一下 曬一下太陽也是曬一下 天氣好 那就會擦出一個皮蛋 然後會曬 皮肚就拿去洗 然後心就拿去曬 通過採訪我們發現 大部分街坊 都是通過陽光曬的方式 清潔皮的 但又有傳言說 不是所有的皮都適合這樣清潔的 如果清潔方法不對 就會損害皮 那究竟是為甚麼呢 清潔皮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玄機呢 那把皮放在太陽下面曬 其實很多街坊都會選擇來清潔皮的一種方式 但如果有細心的街坊就會發現 皮在曬完之後 可能它的噎味就會沒有了 但就會有一個奇怪的臭味 但這種味我又形容不到 吳老師你知道這種味道怎麼去形容它嗎 燒這個頭髮呢 我們就可以做為一個對照 啊 這樣 是不是真的 那我試一下 拿一根頭髮去燒一下 試一下 嗯 真的 我們準備了這五種棉被的填充物 待會我們用火機燒一下 可以模擬在太陽底下曝曬的情況 嗯 嗯 這個醉脂纖維聞起來是比較臭的 看看這個 這個是棉花棉 嗯 棉花棉聞起來 它的味道是比較淡一點的 哇 這個羽絨棉的味道真的比較刺激 比剛剛這個醉脂纖維還要臭很多 它這個味道就好像我剛剛燒頭髮的味道 就是這樣 那再看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珍珠棉 嗯 這個味道有些膠味在裡面 最後這個是太空棉 看看它又是什麼味道 哇 這個好像有膠味 不過它聞起來就會比這個珍珠棉更香 嗯 好了 我現在已經把這五種不同的甜蔥物全部燒了一次 那聞了這個味道 我就發現這三種的棉 它的味道聞起來是有塑膠味的 但是這個羽絨棉它是最臭的 而且它的味道是最像我們燒頭髮的那種味 這樣又意味了什麼呢 吳老師 因為我們羽絨被呢 它是純天然的 它含有蛋白質 跟我們頭髮它同樣含有蛋白質的 所以燒起來的味道是一樣的 然後它這個蛋白質呢 遇到高溫它就有所反應 所以不建議這個羽絨被放在太陽底下暴曬 手指的話會破壞這個被子 原來是這樣 這樣說來 傳統的太陽下暴曬清潔皮的方法 並不適用於所有材質的皮 那不同材質的皮 清潔方式又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清潔的皮 天然 羽絨 蠶絲 藥毛皮 你可以局部清理 哪個位置垃圾 你就用手扭一扭 用剪刀的洗液液 不是洗液的洗液液 然後就放出來吹吹光 就不可以整張洗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纖維皮 它可以用水洗 那張就是不可以用洗液 它才有太大張 但是那張就可以整張洗 聽完專家的介紹 我們就知道 蠶絲 羊絨 羽絨 這類天然材質的皮 只可以小規模清洗 只有罪子纖維 才可以用水洗 看來清潔的皮 都是一門學問 在清潔完皮之後 我們的皮鋪應該怎樣儲存呢 蠶絲皮呢 你收藏之前呢 你就放去 將外面的太陽 十點前的太陽 你吹吹它 然後又放下來 接著放在櫃裡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不可以放上露苑 把露苑呢 它會影響 將皮變黃 還有它那些蛋白質 沒有那麼好 然後羊毛皮呢 它在醒覺之後 就放在床上 吹出去 吹一個人口 然後接著放在櫃裡就可以了 蠶絲皮呢 始終用下午的太陽 會踩光它 只要太陽少少 紫外線它不痕 它就可以替它殺了菌 和它的味 一般你用完的皮 收藏前面 吹出去它好一點 所有的皮類之中 除了蠶絲皮 是可以抽真空 其他皮類 特別殲滅的皮 全部都不可以抽真空 如果抽真空呢 你會壓傷了它 抽真空的時候 壓傷了它 那些蛋白的纖維 容易斷 調查到這裡 生活調查團提提提 在這麼多款的皮當中 羽絲皮是最保暖的 最不保暖的 反而是傳統的棉皮 皮身非常容易滋生細菌 又很容易被人分量 所以各位刺激 一定要定時清潔皮身 另外羽絲、蠶絲、羊絲 這些天然材質的皮 是不適宜大面積清洗和佈曬的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新鮮內容的話 那就要掃描我們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我們的公眾微信號 我們下期的節目內容同樣精彩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